感谢亲爱的爱宁会长 我们都非常爱您 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我很荣幸能向这广大的听众演讲 其中许多人是教会的成员 许多人是朋友和本次大会转播的新听众 欢迎你们 在这讲台上所分享的信息 是以言语传递的 演讲以英文发表之后会翻译 翻译成将近一百种不同的语言 每篇演讲的立基始终相同 那就是言语 而言语很重要 容我再说一次 言语很重要 由于是我们与人连结的基石 代表我们的信仰 道德和观点 我们有时说出言语 有时则是聆听 言语有定调的作用 能传达我们的思想 感觉和经验 无论是好是坏 不幸的是 言语可能会轻率 仓促和伤人 我们一旦说出 就收不回来 言语可使人受到伤害 惩罚 贬损 甚至衍生出破坏的行为 言语可造成身上的重担 在利益方面 言语可以庆祝顺利 带来希望和鼓励 言语可促使 我们重新思考 重新开始 以及重新引导我们的方向 言语能开启我们的心智 去接受真理 这就是主的话 尤其重要的原因 在摩尔蒙经中 先知阿尔玛和他在古代美洲的人民 与那些忽视神的话 应起心来 和败坏文化的人 彼此无止境地交战 忠信者本可迎战 但阿尔玛劝告说 鉴于宣讲神的话 有一种强烈的趋势 会引导人行公义的事 是的 这对人心的影响 比刀剑或他们遭遇的任何事 都还要有利 所以阿尔玛认为 他们应该去试试 神的话的功效 神的话超越了 其他一切的表达方式 从大地被创造以来 便是如此 主在创造时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在新约中 救主给予这些保证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他也这么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主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做了这项谦卑的见证 我是主的侍女 请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相信并听从神的话 会使我们与他更接近 罗素纳尔逊会长 应许说 如果你研读他的话语 就会更有能力 变得像他一样 我们不都希望 像生士所说的那样 变得蒙福更加圣洁 更像救主你那样吗 我想像年轻的约瑟斯密 跪下的时候 听到他的天父所说的话 约瑟 这是我的爱子 听他说 我们在经文的字里行间 听他说 但我们只让这些文字 留在书页里 还是我们认出 是他在对我们说话呢 我们会改变吗 我们听他说 就在个人启示和圣灵提示中 在祷告得到的答复中 以及在唯有耶稣基督 能透过他赎罪的力量 减轻我们的重担 赐给我们宽恕和平安 以及在他爱的臂膀中 拥抱我们的那些时刻 第二 先知的话很重要 先知见证耶稣基督的神性 教导他的福音 并显明耶稣对每个人的爱 我见证 活着的先知 罗素纳尔逊会长 会聆听并说出主的话 纳尔逊会长 在言语方面很在行 他曾经说 留在圣约道路上 聚集以色列 让神得胜 建造理解的桥梁 感恩 坚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 为自己的见证负责 以及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最近他要我们保持高荣的心态 他说 当你面临两难的处境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当诱惑考验你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当人生或你所爱的人让你失望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当一个人过早离世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当一个人久病缠身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当生活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时 要保持高荣的心态 保持高荣的心态时 你的心会逐渐改变 你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考验和对立 并且你的信心会增加 保持高荣的心态时 就会看到事情现在的真相 和未来的真相 在这个饱受困惑和纷争的世界里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观点 乔治斯密长老 早在成为总会会长之前 就谈到 支持先知和听同他的话语 他说 我们举手是尽一项极为神圣的义务 这是指 我们会当他的后盾 为他祈祷 并在主指导他时 努力遵照他给予的指示 换句话说 我们会勤奋地实践先知的话 全球的教会成员 昨天举手支持 15位先知先见启示者 身为受到支持的议员 我想要与各位分享 我支持先知和接受其话语的一次经验 我觉得自己就像先知雅各所描述的那样 我听见主的声音 以真实的言词对我讲话 去年10月 我和妻子梅乐尼 在泰国曼谷 我正准备奉献教会的第185座圣殿 对我而言 这项指派工作既如梦似幻 又令我谦卑 那是东南亚半岛上的第一座圣殿 这座圣殿经过精心设计 是一栋六层楼 有九个尖塔的建筑 联络得合适 成为主的家宅 之前好几个月 我一直沉思着奉献典礼 我的灵魂和意念 领悟到的是 这个国家和这座圣殿 始终受到先知和使徒们的呵护 多马孟生会长宣布这座圣殿的兴建 而纳尔逊会长宣布了奉献典礼 几个月前 我就已经准备好奉献祈祷文 这些神圣的文字 被翻译成十二种语言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 至少我认为是如此 奉献的前一晚 我从睡梦中醒来 对奉献祈祷文 有一种不安急迫的感觉 我试着忽视这个提示 我认为祈祷文已经备妥 但是圣灵并没有善罢甘休 我察觉到某些字词不见了 借着神圣的安排 这些字词在启示中临到我 而我将它们放进祈祷文中 接近结尾的部分 愿我们能保持高人的心态 让你的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得胜 并一直努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主提醒了我 要听从活着先知的话 保持高人的心态 让圣灵得胜 努力成为使人和睦的人 先知的话 对主和对我们都很重要 第三 我们自己的话非常重要 相信我 在这个充满表情符号的世界里 我们的话很重要 我们的话可以是支持或愤怒 喜乐或刻薄 怜悯或忽视 在一个人情绪不稳时 言语可能如一根刺 深深刺痛此人的灵魂 并且留在那里 我们在网路上 简讯中 社群媒体或推特上所说的话 可能会遭到误解 因此要小心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 在我们的家庭中 尤其是与丈夫 妻子和子女在一起时 我们的话能使我们凝聚 也使也能使我们分裂 仍我建议三个简单的词句 可用来除去困难和差异的读字 彼此提升和安慰 谢谢 对不起 以及我爱你 不要将这些不起眼的词句 留到特殊的场合 或灾难发生时才使用 要常常真诚地说出来 因为这些词句显示出 我们看重他人 人们越来越言不起意 请不要跟从那样子的模式 我们在电梯里 停车场 市场 办公室 排队时 或与邻居朋友在一起时 都可以说谢谢 我们犯错 错过聚会 忘记生日 或看到某人痛苦时 可以说声对不起 我们可以说我爱你 这句话传达的信息是 我正想着你 我很关心你 我会陪伴你 或是你是我的一切 容我分享个人的一次经验 丈夫们 听好了 姐妹们 这对你们也会很有帮助 我在全部时间为教会服务之前 曾经为我的公司四处旅行 有几次 我还到了世界上一些偏远的地方 在一天结束之际 无论我在哪里 我都会打电话回家 当我的妻子 梅乐尼 接起电话 而我向她报平安时 我们的对话 总是会引导我们说出 我爱你 每一天 这句话都成了 我灵魂和行为的定锚 保护我不受邪恶计划的伤害 梅乐尼 我爱你 这句话 说出的是我两之间宝贵的信任 多玛莫生会长曾说 有人的脚步需要我们去稳固 有人的双手需要我们去紧握 有人的思想需要我们去鼓舞 有人的内心需要我们去启发激励 有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 说谢谢 对不起 我爱你 就能做到这一点 弟兄姐妹们 言语确实很重要 我应许 如果我们保享那引导到救恩的基督的话 指引和鼓励我们的先知的话 以及代表我们的身份和价值观的 我们自己的话 天上的能力就会倾注在我们身上 基督的话 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 我们是祂的儿女 祂是我们的神 祂期望我们说出天使的言语 这凭借的是圣灵的力量 我爱主耶稣基督 用旧约先知以赛俩的话来说 祂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正如使徒约翰清楚说明的 基督他自己就是道 我以使徒的身份为此做见证 我蒙召来为主执行神圣的服务 来宣告祂的话 也蒙召担任祂的特别证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中文字幕 李宗盛